哈喽大家好,我是Tinterman,你最选M-SNOCKY圈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室外的温度比室内的温度还要低,而且不散热 像是全球暖化,温室浓梗都是典型的温室效应所形成的 我们的汽车也一样,在被阳光上时间暴晒之后也会形成温室效应 以下三点就是会造成汽车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 现在就让我一一分解给你们听吧 第一点,通过辐射的方式 也就是说,热能直接透过车窗进入车内 在我们等红清灯时,我们会感觉到热 就是因为太阳的辐射光线,像是红外线、紫外线和可见光 透过车窗产生热能 第二点,用传导的方式 所有的物体都会吸热 当然也包括用金属和玻璃制造的汽车 通过传导的方式,热能慢慢的从车身和车窗导入进车内而开始变热 举一个例子,像我们蒸包子的时候 它是通过外皮吸收热能,用传导的方式,把里面的馅料变热 第三点,通过对流的方式 温室气体和热气能通过车身的缝隙进入车内 虽然说车的空气也能从这些油厨的缝隙开出去 但是车的封闭性是极强的 在我们没有开启车或者没有驾驶的时候,流通速度非常的慢 就好像我们煮菜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油烟通过门缝删出去吧 不是很慢,所以我们才要买油烟机啊 而且我们的车内本来就有温室气体啊 就好像我们糊出的二氧化碳,还有我们放的屁 有甲烷的成分,这些都是温室气体 这些温室气体会吸收刚才我所说的两种导致车里温室效应的方式 当这些温室气体吸收这些热的时候 加上外面的热气再进来再吸收 这个过程不断的在循环 车内的温度就会比车外还要搞形成温室效应 以上就是会导致车内温室效应的三大点 如果你怕热,或者你的车会长期断载室外的卡巴 我建议你年停的IRR最好是选超过90%以上的 第二,如果你认识喜欢黑色的话 建议你不要拿黑漆的车,因为它会吸热 第三点,下车的时候可以开一点点窗 让里面的空气流通 最后,记得不要把你的孩子和你的宠物在这种情况下锁在车里 他们会因为车内的温室效应中暑而死 如果你觉得这个适配对你有帮助 或者你身边的人有帮助的话 记得分享出去 我是Tinderman,你最帅的自动力券 YES! 这只中之后,大家需要帮助的 字幕 杨茜茜茜 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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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